下一個模式是頻率的實驗 我們可以讓它發出特定頻率的聲音 我現在是先用內建的Buzzer去發出聲音 其實它並沒有能力發出太多 頻率沒辦法太廣 但是我就先用它 最好還是外接 一樣去旋轉這個鈕 去讓它發出頻率 右往右 頻率可以顯示在LED螢幕上 它順便聽到聲音 常見的這個調頻率的話 大概都是20-20000Hz之間 那我就設定從0-20000 這個旋鈕0-20000這個行程實在太長 所以就再加上這個Switch 按一下就會往上跳1000 所以在往上跳1000的時候 我再轉它就是再往上加 那旋鈕調到底的話 可以加到大概也是加1000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地方按 只要按到24 就會到2萬了 但是你看後來的Buzzer 已經沒有辦法發出那麼高頻率的聲音了 那如果超過2萬的話 再按就會跳回到0 所以我就用一個Switch 加上一個可別電阻 去讓我可以控制到我想要的頻率輸出 那只要 其實只要在D8這個角位 再拉一個線出來接喇叭 就可以讓它發出比較完整的頻率了 那看一下 對